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洛 來來來,那麼趕緊開始吧,GOGO 好的,我們今天這一期要是來玩一下這個絕對魂營 我們現在人呢,在淺聰室這裡 那麼在本期開始之前,我已經稍微更新了一下我的隊伍 這個大家都有看到嘛,我身上有一隻火焰機 那麼火製機的部分,你們在圓珠室跟某一個NPC對話就可以拿到 當然啦,也不一定要拿這隻你們可以選小火龍 然後最終把它煉成噴火龍也不錯 而至於我上一期慘遭被一個小學生屌虐了之後呢 在這次開始之前,我稍微訓練了一下 現在我身上怪的等級差不多三、四十 我想用這樣子的陣容打,接下來的劇情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麼我的新夥伴接下來就靠你們了 那麼淺聰室這裡,如果你們進到PC裡面的話呢 他說不好意思啊,我正在向喬一小姐打聽一些事情 你的精靈看起來很信賴你了 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小金嗎?很高興認識你 我叫大無來自豐原,從他那邊拿到了一顆大師球 你跟我認識的一個人非常像 我想你一定能夠好好的使用這顆球的 那麼再見囉,OK,掰 真不愧是我們的高富帥大無 這個出手就是闊氣啊 好,再來我們到淺聰燈塔那邊觸發火箭隊的劇情 從這邊走上來 跟這一對狗男,不是小情侶對話一下 女方表示你摸夠了沒有 死色鬼,我還要站崗的好不好 哎呀,摸一下又不會少塊肉 有些地方還是越摸越大的唷 來嘛,給哥摸摸 哎呀,你滾開啦 沒有看到旁邊有個電燈泡嗎? 結果他們轉過身,嗯?你看什麼看? 沒看過別人調情嗎? 然後,直接非常神奇的向我襲來 哎呀,我只不過是偷偷的在旁邊 稍微看個戲而已嘛 那沒辦法了,先把你們給幹掉 看我的格鬥戲絕招 兩下踢爆,你哪泥氣息腰帶? 哇靠,還因為這個下馬我也動彈不得 加油啊,飛天螳螂 趕快切爆他啊 連切,我感覺抓到這隻怪挺不錯的 哦,他跟我身上的大聲風 都是在補蟲大會上抓到的 那麼每週二、四的時候大家可以去參加一下 嗯?我們打跑了火箭隊之後 旁邊冒出來了一個真絲 他念念有詞的表示,叫做火箭隊的組織嗎? 每個地區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組織呢 算了,跟我沒有關係 反正事件結束之後 命應該應該會回到道館 我就稍微等一下好了 哇靠,你倒是一起進來幫幫忙嗎? 好啦,那沒辦法了 這裡只能靠我們主角自己的 我看看喔,這個如果要爬到樓頂 哎呀,想必應該又是路上曬了一些 哈哈,果然沒錯 啊,開打了開打了 好,我們這裡差不多打七八位小兵之後呢 登上這個樓梯,就差不多可以到塔頂 我們躲在門後面稍微偷聽一下 這裡有個按鈕 命乾說,你應該就是火箭隊的頭目吧 呵呵,說得沒錯啊 我就是火箭隊幹部蘭斯 那麼你們為何要來這邊鬧事呢? 我作為潛衝的道館館主 絕對不能讓你們胡作非為一 趕快從這裡離開 我們火箭隊才不會聽你的呢 你來得正好,我倒想要問你 你知道那頭快龍藏在哪裡吧?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實驗動物啊 他從實驗室逃跑了 身上有定位標記 我們知道他就藏在這裡 蛤?莫非是他? 這個時候小光派出來快龍 這該不會已經被他收服了吧 在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已經把他get out了 原來他的傷口是你們弄的 這對精靈來說實在是太殘忍了 哼,原來在你手上 實驗動物就要有實驗動物的樣子啊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好了,把快龍還給我們 那是我們火箭隊的物品 難得到,才不要呢 讓精靈遭受這種痛苦 蛤?那你想逼我用暴力嗎? 小妹妹 嘿嘿,會暴力的可不只有你一個而已 還有我們的主角終於是衝出來了 並且義正言辭大聲呵斥地說 我看不下去了 傷害精靈的行為我也不會原諒 哎呀,這個訓練師說的好啊 就讓我們聯手來對付他們 好,這裡進行2v2的對決 看老子撒毒靈 直接毒爆你們 哇靠,直接嚴崩了 哈,感覺這傢伙有點略強 看我的毒十字 先把你這個曼藤怪給戳爆 毒系克草系 好好好,結果沒辦法 還是被他的戰錘龍一擊秒掉 去把我最初的夥伴火爆獸 直接放一個大噴煙 這一招是全體攻擊 嘿嘿,哎呦,哇靠 結果我把我把我隊友的3D龍2給搞死了 好,沒關係我這邊再噴煙一次 再來對面的最後一隻尼多王 這個有帶毒系吧 效果把群直接一發描 然後他們就直接被我們打退了 可惡啊 我可是有仇必報的人 你給我記住了 終於有一天我會讓你們看看火箭隊的恐怖 我藍絲大人的恐怖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好了我們保護了快龍 這個將密錄的小妹子說 看來我們合作的還不錯嘛 嗯,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必用耶 好啦,都沒有好好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神奧的訓練師 現在來到成都地區收集徽章 小光也說了 這次太謝謝你了小金 這孩子在火箭隊的實驗室裡受了這麼多的苦 不過我一定好好的照顧他的 所以小金不用擔心了啊 沒什麼事情我先走了 那麼總之事件已經解決了 謝謝你的幫忙 看來我要回道館囉 如果你想要來挑戰我 隨時歡迎 OK,掰 那麼你呢小妹子 這裡只剩我們兩個人了 他說我要準備去挑戰下一個道館呢 好啦,加油加油 這個之後有緣再見 我剛剛畫面明明是黑的 這裡怎麼又變亮了 我們搭電梯下來 至於這個地方 用我的火焰機火爆碩來挑戰 我本來想走到最深處的就是曾絲 說什麼本來想要等蜜桿回到道館 我就要去挑戰他的 沒想到居然有人截足先登 那我就先把你放倒就可以了 對於你這樣的訓練師 我只要用一隻精靈就夠了 你這個真絲會不會想太多了 就一個土台龜而已 但老子火焰踢直接不踢爆你啊 嘿嘿一隻K喔 就叫你不要那麼小看人嘛 他說我判斷錯誤了嗎 看來你有讓我用上兩隻精靈的實力 這次先讓讓你好了 我去 這傢伙還真的是 誒我靠 這個戰鬥塔小純他爸 我是開拓區的塔主 就建在這座城鎮的西邊 雖然說還在建造的階段 但是我特意拜訪的這座城鎮的道館館主 就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你呢 小金看來你是想要挑戰蜜桿對吧 好了你加油吧 我很看好你的喔 哇這個路上有好多人向我們打招呼 至於這裡 這個蜜桿小妹子 嘿嘿嘿 來來來來來 這個設計明明就是一個軟萌妹 結果旁邊搭配了這個又硬又長的大鋼蛇 還真的是挺搶眼的 呵呵 他說那個我的戰鬥規則是三打三 喔 好吧 我們先到PC裡面把多餘的兩隻給收起來 好了我的大成風還有飛天螳螂 你們先休息一下 這裡我們用火系跟水系的去課 走走走走走 喔對了雖然說我身上有兩隻火系的初始於三家 但不管是火焰姬還是火爆獸 我都是蠻喜歡的喔 所以說就一起練了 嘿嘿 好總之蜜桿表示燈塔那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謝謝你 但是對戰就是另外一回事唷 我再重新做一次自我介紹 我就是這裡的道館館主蜜桿 使用的精靈是大鋼蛇 也就是鋼鋼鋼系 為什麼他講到鋼這個字的時候 這個結巴了一下 他說你知道嗎 他們是非常的堅硬 冷酷 鋒利又很強 這是真的唷 然後這裡就跟他進入對戰 哇 對面先對我塞這個隱形眼是不是 那待會我切換我就求了 好那我就不切換了 我再踢你一下 哇靠 踢他踢他這一半的血喔 但是我的特性是加速啊 哪泥 為什麼殘血深一滴呢 那我再踢一下 啊不對 好對面的最後一隻三合一磁怪 解決掉 頭都沒大 Easy come on baby 作為一個精靈訓練師很優秀 也很穩重喔 那麼按照聯盟的規定 這個徽章就送給你了 從他那邊拿到的鋼鐵徽章 還有技能機器23 什麼什麼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想要請你去解決 42號道路有一群大鋼蛇聚集 阻礙了道路 我想像你這麼熟悉大鋼蛇的鋼系訓練家 一定可以幫上忙 呃 雖然我不一定能夠幫上 但我還是去看看吧 欸他就直接過去了 42號道路 從地圖上來看 好像是圓珠市的右邊 好我們這裡順著路走回圓珠市 喔對對對的 這個相信有部分的好朋友 是有跟這個人對話過的 那麼他這個NPC會問出一堆問題 那麼我個人是有點懶得去找答案的 所以說 有知道答案的好朋友 麻煩告訴我一下 其實我也是挺好奇 全部都答對會拿到什麼 總之我們這裡先向右邊出發 而當你們走到這個定點位的時候 後方有個女孩子叫住了我 這個叫加碼的表示 小金又遇到你了 並表示說 上次在精靈學堂和你戰鬥之後 我就開始了我自己的旅行 沒想到這麼快又遇見你 那麼說歸說 我們就先進行一場精靈對戰 我可是一點都不甘心的唷 呵呵好啊 這個小妹子看我怎麼虐你啊 這邊是草系的 這個蟲吃草 所以說我連切 切一下 嘿嘿這個連切的攻擊力會上升 哪泥 再切你一下 最後一隻太陽精靈 我再切 OK 掰掰 好啦不用太難過 加碼在那邊點點點點點 我就這樣輸掉了 唉這種勝負結果也是意料之內呢 只是可能我一時之間接受不了 我明明是精靈學堂的優等身 我想我一定可以像我姐姐一樣 成為被聯盟公認的訓練家 總之小精靈要繼續進步喔 以成為頂尖訓練家為目標 喔對了我這裡有一些道具 不知道你喜歡哪一個 我看看喔火之石雷之石水之石 這應該是為了搭配之前有拿到的那個衣部去進化吧 可是我沒有練衣部啊 然後技能機器35跟技能機器55 35的話是噴射火焰吧 是嗎我也不確定 啊55是什麼 OMG 天啊我根本不記得這個技能機器的編號數字啊 欸都我看看會選哪個道具好呢 唉呀隨便啦 反正其他的一些東西之後在別的城鎮應該也搞得到 OK Thank you 那麼我先走囉 好再見再見 拜拜 那麼接著向前 哇靠一出來馬上就被陰了 而至於前方這裡有好多好多大鋼蛇 他們是怎樣在守住這個洞窟 那可能跟新祖有關係吧 我們問一下蜜桿 他表示他們受到某些奇怪的金屬陰 而逃出了山洞 看來在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我來看一下路吧 交給你的小鋼 盡量不要傷害他們 上去跟他溝通了一番 哈哈直接打退 好好好辛苦你了喔 那麼我在這裡照看他們 這裡的山地形複雜 你要小心一點喔 那我們進來吧 順便喻喻看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怪 從這個位置 欸哇靠 那你為什麼你能夠進來 大鋼蛇不是已經堵住洞口了嗎 果然是你們這些人在搞事 他們是這個版本的新組織 簡稱新組 直接噴射火焰 齁還抗火果 沒有什麼說的火爆說噴射火焰燒不死你的 喔Shit 我按照地面系的絕招 哈哈手殘 那麼你們這些傢伙到底在這邊幹嘛 用了金屬陰的影響 大鋼蛇逃出去 那你們的老大在哪裡 喔前方有好多人不會吧 那左邊呢 左邊好像也沒有什麼要去觸發的 欸哇靠 結果在這個山洞裡面 可以直接遇到一隻小火龍 欸那不錯啊 我還挺會選的嘛 這就相當於我身上已經有一到三代的火系 初始於三家了 來來來來來 跟哥一起走吧 小火龍 Come on Come on 進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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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這個機率快啊 我丟的不是寶貝球 我丟的是錢啊 這精靈球也是一顆兩百的 這你都不進來 都兩百兩百的丟在地上 好心痛 Come on Come on 哎呀看來這個果然不是那麼好抓 那我趁這個機會 稍微跟大家聊個天好了 這個我本期開始之前 我在訓練等級的地方是 而這個圓珠是左下方的捕蟲大會 那麼參加那場大會 雖然說身上只能帶一隻 而不過把時間調到每周二四 你們帶著身上的那一隻去參加的話呢 會在裡面的草叢遇到很多 差不多等級二三十的怪 然後再搭配在那個公園裡 可以撿到的道具 幸運彈 你們所吸到的經驗值就會是1.5倍 所以說在那個地方練的 還是相當是快速的 好天啊終於是抓到了嘿嘿 你看我這邊隨便的跟大家聊一下天 成功捕捉 我這麼辛苦的抓 你性格倒是好一點吧 哈哈算了算了算了 害我剛白挨了好幾下 好了算了我覺得我這一期的時常應該也差不多了 這個山洞裡面新主他們的陰謀 他們在做一些什麼樣的實驗 要不我們下一期開場再來看看吧 好那我想我們今天這期就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See you 拜拜 subdivision